六四事件35周年之际 海外华人在加拿大两岸相继举办纪念活动 谴责中共恶行 希望民主自由早日实现 这样下去他们会自食其国 我呼吁更多的中国人 现在能够加入我们一起来推动 中国能够早日实现这个自由民主 只要大家都愿意站出来 更多的人有勇气地站出来 中共的倒台就在一瞬间 他们希望继续传承六四精神 呼吁全世界认禁中共 结束中共保证 咱们重建这个国家的这个年轻人的信仰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有这种担负起国家和 民族的命运的这么一个使命感 对于社会的一些不好的一方面 应该勇敢地说出来 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知识分子的腰都弯了 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我还要教育我们的孩子 教育下一代 一定要牢记这个力学的教训 中国只有打倒共产党 才是唯一的出入 才能老百姓才能得到民主和自由 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是共产党造成的 只有全世界华人团聚起来 全世界的民族力量团聚起来 才能把学共产党消灭掉 我会继续来到这些活动 我希望是世界的国家 会醒来 新台湾电视台 加拿大记者站采访报道